在一眾觀塘的歷史研究中,我覺得最難處理的是觀塘名稱的由來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有海量的材料都在強調觀塘的原名就是因為當日觀塘這個地方是一個嚴長 是屬於官府嚴長的範圍,認為觀塘地區有嚴長 於是就得到這個官府的名字,而官府這個名字後來就變成官檔 但是每一次閱讀這些材料都會發覺這些材料是拿不到一個曾憑實出來 告訴大家南宋的時候這個地方就是有嚴長 這個爭論點最主要的就是觀塘名的原由是否與官府嚴長和這些區域裡有沒有嚴長有關的爭議 似乎沒有人提出這個論點 但是我為什麼會看到這個論點呢?就是說 其實看來看去那些叫官府嚴長的說法 一般來說都是找不到證據的 那我會覺得歷史不是說就是 那我希望有證據證明 你能告訴我 說得出的人你能告訴我 你何經何典說到給我聽 今時今日觀塘這個地方有嚴長 是官府嚴長 那我的探索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不是 那你有證據的就希望拿出來吧 那是什麼意思呢? 最近的大家知道 風頭一時無兩的觀塘地方治中心 就是團結香港基金投入這個7億8千萬去做 那就要大搞香港地方治 那就強調香港是一個智來的 智史就不能有歷史 就是毫無疑問 就是將香港歷史的地位意圖示篷貶低 好了 那7億8千萬又如何呢? 那其中一個做法 就和一路以往的 有關於說官府嚴長的故事編造的做法 是同出一致 一事無兩 全部都是這樣做 那就是說官府 以前是叫官府 但是官府如何變成官府呢? 因為官府有嚴長 那嚴長這個地方的嚴長 包括就是官堂 這個地方 是有官堂一帶的 是嚴長 那於說服就說了很多關於嚴史 就和官堂無關的事情 但是這些是 絕大的內容是 抄來抄去的 因為這些一早的定論 就在一些嚴史裏面去抄出來 但是你抄來抄去 你是抄不到一部分 是說明官府嚴長 是屬於官堂 今時今日所指的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那官府嚴長歷史是存在的 但是就不表示官府 是在官堂 這個就是要問 就是我要問有沒有證據 那就忍不了證據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在近期蕭國健出版 他去港島官府的地方的時候 都是重複的 就是大家互相去引 這些引法就引到 維基百科也是這樣寫 總之 就是官府嚴長 就是官堂的名字 起源 而蕭國健的 新出的監古尋根 裏面有一個篇章是說官府嚴長 但是就沒有說到 沒有說到官府嚴長究竟在哪裡 只不過是在他註釋裡面的第四 在《珠色四》裡面 就是說 根據新安原始 官府嚴長 實惠急水門之東 就包括了九龍港島的 清水灣西貢 OK 甚至是大白灣 但是資料來源沒有 就是我強調 沒有 就是重複又重複 好了 但是官府是和一些所謂南宋末的歷史有關 一些被推成末朝皇帝 就是宋帝炳 就來過香港的區域 一般就是說碼頭為碼頭中一帶 但是這個 怎麼可以說成官府嚴長呢 沒有證據 證據不足 而一般最多指示出的 跟所謂官府嚴長有關的 就是不佛堂門的石刻 但是這個 就是這個石刻 就是這個石刻所指的 是有官府啊 官府嚴長 但是 在哪裡呢 這個位置 有沒有指到明呢 於是就問 官堂決 有這個結論 就是說 官堂的歷史就是 源於官府嚴長 因為有官府嚴長 所以今時今日有官堂 這個名字是很合理的 也有個官字 是不是 但是 書寫裡面 又將這個官堂寫成乾堂 是因為原有的嚴長 不用 用不回 乾堂了 不用得了 要棄置了 所以 乾堂就是官堂 就是這些 近乎這個 無稽的全然的說法 去講明這個官堂的名稱 但是我就會說 其實歷史絕大多數 百分之九十九 怎麼搞搞搞搞搞搞的東西 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們知道歷史的內容是極少極少部分 那 如果我們今時今日講官堂 那個原名稱 我們追溯不到真正的來源 那又如何呢 歷史可不可以不知道呢 即是 如果歷史是有絕大部分的材料 我們根本上是不可得知的 那麼我們不知道 官堂那個真正的原名 那又如何呢 那如果要找這個官堂的原名呢 那 材料找到的 證據是 這裡的位置 我講的就是官堂 那這一個就是 神父寫這個 新安元源圖 在1866年的時候的畫 很粗糙的畫法 但是這個粗糙的畫法 已經是 成功 抹除了 傳統中國的那個繪圖 就已經就是畫 這個新安元源圖 畫起來 就已經是有點像樣的了 就不像《月大記》那些這樣的圖 大小官庫就說是 OK 那個情況不同 那這裡就是有 清楚 明明這個官堂的位置 那這個官堂的位置 大家知道 它所指的位置 相對今時今日 所指的就是 雞寮的河口 即雞寮的河口 有個點 那裡可以叫做官堂 那另外呢 跨過這個官堂灣 那那裡有個地方 就是叫做牛頭角 那但是你對海岸線 你都知道是很粗略 因為對不到口 那但是 無論如何 你如果用這個 Hong Kong Map Viewer的看 OK 那這個圖就是 開始你看到官堂了 那 那 而特別留意那個英文名 OK 通常因為聚居的客家人 客家音 客家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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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注意到 但是 如果說 一些 有外國人幫手繪圖 來講 這個圖就是 首有 中文名 這個要分清的 一般是 如果你要精細繪圖 1841年已經開始有了 但是 那個地方 不是涉及這些地方 好啦 於是你可以由 這個Hong Kong Map Viewer那裡一路追 那其實你就找到 事後 那些名 叫做 官堂 但是 這裡是指名 這個位置 就是綠地 但是一般來講 就是指 官堂灣 就是指 今時今日 市中心區工業區 地鐵站 那個位置 那個海灣 就是一個所謂的 官堂灣 或者官堂灣 那個來源 這個 這個 名稱 就是一個 鐵的證據 你要講 官堂的來源 以前就叫做官堂 但是最早推的 你可以推到 166 可能早些 會找到 證據 證明 哦 這裡叫做官堂 但是其實有很多 很多的 參考資料 包括那些 族譜 有提到附近 這些地方的名字 但是 小 就是找不到 這個官堂的名字 如果找到就好 但是 這個圖的時候 100年 一路追下去 你可以看到 就一路指 這個海灣 好了 那大家知道 1954 1953 1954 就開始 官堂要規劃田海 那就將這個 官堂這個名字 就改成 不是官府的官 而是官賞的官 那 這個說法就是 說 不想官官相偉 這些官的名字 OK 那於說法就改了一個 凡名 就是官賞的官 那個 那個 就說明 官當官堂 官堂那個樂園 官賞之堂的樂園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解釋你的 好了 但是 官賦的證據 很多人提到 這個新安苑寺 是嗎 有說的 讀清楚給你聽 那你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會說 那些人 道贊 官賦嚴場 官賦 場 或者官賦山 官賦這個名字 是 作出來的 道贊是假的 不是真的 沒有證據的 這個是 新安苑寺 裡面的電子版本 你可以找到的 官賦自讀 宋行朝六 丁丁丑年四月 帝州 始於此 積其地形 宮殿 姬子柱石 由全金土 人將其子 改建 北帝廟 這個就是 吐國人 北帝廟 北帝廟 那個來源 也都講到 官賦這個名稱 宋皇台在 官府之東 有盤石 平方 掃杖 色帝柄 注度 於此 台則巨石 舊有 宋皇台三 字 官賦在 宋皇台 的西面 因為 宋皇台在 官賦的東面 那個 官賦山 那就是宋皇台的西面才是官賦 那怎會在 東面的官賦呢 那這樣的證據 可不可以 提供給大家 對官賦名稱的 講闊的思考呢 不要在網上 互相抄襲 將那些沒有證據的東西 抄來抄去 就當作歷史事實 歷史研究是要在歷史材料裡面 去找歷史證據 說明它是真 如果不是真 就不要當是是 不要重複這樣說 這個就是歷史研究 在一些拍照裡面 我們可以粗略看到的 就是說 整個觀塘區域 就是 山崖 沒有什麼平地 我不太相信 這裡會找到鹽田的位置 或者是可以做到鹽田 怎樣曬鹽呢 這就是歷史原因